你好,今天是2023年8月30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关于工厦的用途 最近工厦的用途被人拿出来讲 就是说有一些工厦他拿了来做餐饮用途 其实这个问题出现了很久 很记得讲我小时候 应该是七九八零年八多年 当时我帮自己的大佬工作 中学的时候出去做搭棚 帮忙去存足,担担抬抬抬,看一下车 做这件事 当时工厂还有生产 我们去做搭盘是什么呢,就是做了一条烟通,又在那个单位呢, 摘到上去的天台,还要是几十尺那么高, 我们小时候都不怕死,爬上去,负责传触,接触,那些东西。 那个年代呢,还有工厂,但是后期呢,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香港很多人就去了内地开工厂, 香港就是工业食味,升格围全部差不多, 现在是九成多都是第三产业,是一些无烟的产业, 是做一些配套服务的,那现在其实工厂要求, 不知道有多少成呢,是需要摆产品,是需要做生产, 和根本这个要求,在香港其实是没可能再实现了, 那曾经也都出现过,一些叫做公贸楼, 就是那个可以做写字楼的面积又是多了的, 就是工业楼,和写字楼之间,又做了一些新的用途, 其实叫做IO,那你会看到,在官堂有一些楼, 在工业区里面的,但是它是比工业楼, 那其实工业楼,和商业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那个彩缸不同,那个走火不同,那个叫做上落货, 或者是货车,或者是货车,或者是货车, 那之前政府曾经尝试推出过, 活化工厦,那其实呢,就是改,就是改那个, 叫做,在不增加面积的用途,情况之下, 那个叫做,彩缸是不同了,走火是不同了, 那个叫做,上落货,或者是货车,私家车, 那个比例呢,是作出一个调动, 那它是不需要去补地价,只是补回一个, 叫做地契的行政费,那已经是可以, 那从而呢,就将那个价值呢,就增加, 那在官堂呢,也都试过有很多,叫做single own, 就是一个单一业主,持有的物业呢, 就做这些叫做活化工厦,那但是, 因为如果你是牵涉到很多不同的业权呢, 你是很难会做得到,那现在, 官堂啊,落球七的问题就是说, 它去做那个餐饮,是没有经营,那其实呢, 工厦呢,不是不让你经营餐饮, 它是可以容许你经营食堂,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 他们认为,一间工厂, 他们需要去给别人,去供应一些饮食, 给那座楼的物业, 那它又不可以用正门去出入, 它又在,有些指定的入口, 又不是做外面人生意, 那他们呢,就需要向地政署呢,去申请一个豁免, 我们叫它为为了, 就给一个保地价每年, 要去补回这个为了, 那就可以,正正式式呢, 就是可以经营一个叫做食堂, 它们就不是叫做餐饮牌照, 是一个食堂的牌照, 那,除此之外呢, 那你想一下, 现在根本,在观堂里面, 大部分,我想百分之八九十, 是很难满足到, 地政以前是做工业的用途, 有多少成是做生产, 多少成是做货仓, 我想是很难可以满足到它的用途, 那,其实就是说, 一些叫做条文, 或者是法规, 就追不上那个时代的变迁, 那这些其实, 就应该是一些叫做, 立法会议员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部门, 就像地政署那样, 看到这个问题, 是应该要去草拟一些法案, 去跟随时代的配合咯, 就不应该整天, 等到那些问题出现了的时候, 根本是永远存在不合理, 是逼人去犯法, 那, 那, 这些议员去了哪里呢, 那原来可能去了, 就是去了唱歌, 因为要立会又要好声音, 语民同乐, 那现在我常常都觉得, 现在的政府, 现在是啦, 没有了反对声音啦, 但是, 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 根本, 整个议事厅, 不是去跟整個市場的發展做一個配合 到今時今日,現在Uber乘航城市 白牌已經差不多是接近合法化的時候 有沒有人提出一些這樣的法規大家去談呢 有沒有人去想怎樣去將那個的士牌照 怎樣去處理呢 現在一個這麼低迷的的士牌照的價格裡面 是不是政府是可以想回一些東西 將所有的牌照買回來 重新去離定回整個產業是怎樣呢 因為是的而且確出現了一些很大的問題 現在的科技已經是進步到 有白牌車的存在,有Uber的存在 這些已經是不可抹殺 大家不可能是斬腳趾被沙蟲 因為其他國家已經是將它規範化 將它的保險怎樣可以覆蓋這件事 現在如果出事的時候 保險批定是不保的 現在還是一個問號來的 這樣的時候是不是對整個發展是有侄外的 與其是花時間去做很多公關的事情 為什麼不能夠在今時今日 趁沒有反對聲音做多些實事 令到自己的法規可以跟回整個科技的發展呢 這個我是很想議員 大家真的要去反省 廖長江說得對的 這麼多的議案竟然是不夠人 那個人數是出席率這麼少 那麼去哪裏呢 這個我希望無論是官員也好 無論是議員也好 你收住大家的公帑 還有這個公帑不是一個低的數目 在今時今日 現在很多行業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見到大家不是不讓你們開心 而是你收了這麼多公帑 為什麼不是為人民服務呢 而是反而反過來 讓人感覺到你是官員 你是議員 你是高高在上 你解決不了我的痛點 你不知道民間疾苦 沒有跟我共度的時間 那個市場向下行 你有沒有自己走去 凍薪、減薪、減福利 和大家共度時間 沒有的 反而反過來 人工加少了的時候 就覺得會影響士氣 我覺得這些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實如果在古代的時候 皇帝見到經濟不好 是會做罪己照 漢武帝也是試過 究竟看看自己是有什麼不足 不要覺得自己做得很足夠 社會已經很好 現在出現了整個社會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經常就是不去討論 不敢去面對那個問題 到今時今日 有沒有一個部門 可以大大方方承認 告訴大家 今天有多少人 是移民離開香港的 我想政府部門 是掌握一個很大的數字 而移民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 是否做一個很全面的盤算呢 不是應該反過來 現在我就反而被人整天質疑 你就經常說 香港做得不好 香港什麼什麼 現在我是提出問題的人 其實解決問題是最簡單的 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 就最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醫生不讓你吃什麼什麼 你不去看這個醫生就可以了 那我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我看到是有這個問題出現的 移民是影響香港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要去做一些研究 去看一下那個研究在那個層面那裡 是怎樣情形 然後作出適應的彌補 適當的彌補 然後你說香港金融市場 現在出現了問題 你看到整個成交 整個IPO出現問題 大家要去承認 例如好像大家現在承認了 離陰費過高是一個問題 內地要去調低離陰費 就是香港的馬屁症 現在就馬屁症 應該要去研究 研究怎樣去激活那個成交 但是早前業界叫到聲勢力竭 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有沒有人去理過呢 有沒有人去採過呢 一些不是業內的人士 走去管業內的問題 現在香港出現的問題 就是整天從從搭搭 要加很多監管的成本 令到根本一個人的營商 是忙於應付這些監管 然後再加上現在的利息成本這麼高 根本整個市場是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 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 是給他去營商 所以為什麼你會見到這麼多 現在做生意的人 為什麼這麼悲 這麼灰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去拆牆鬆綁 反而還是層層疊疊 去加上去 令到他經營更加困難 你現在是沒有所謂 你自己身高良準 你說一時同仁 但是你想想 同一座大廈出現這麼多這些無牌食肆 又有這麼多人去光顧 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不去想 究竟是出現了什麼東西呢 是要去令到人家更加容易營商 不是加強他那個經營成本 這些想法是很有趣 跟著做完之後 現在就說 我們要去做一些夜市 夜市可能又要那個成本又要很低的 其實就是跟一些持有商舖物業 商場物業的人去做競爭 過去幾十年 這麼千辛萬苦 才收回了小販牌 將一些以前搞到惱惱教教的 街邊食肆也好 或者是賣小販的東西 趕回去做店鋪 現在反過來又要把它從店鋪 或者是怎樣趕回到街上 這些思維 我想就是 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收這樣的人工 還要是普通以前大大地的思維 歡樂今宵的思維 是沒有可能的 你要認清楚現在整個市場的變化 小朋友為什麼不去出街 或者是一些成年人為什麼不去出街 問題就因為是移民的數量是很多 那些是夜市消費的人來的 剩下那些 因為現在整個家庭老化得很厲害 五十幾歲的人根本就是不會出夜街 我根本是不會去出夜街 大部分的人因為生理的問題 習慣了是不會出夜街 而年輕人十歲的那些 因為已經是慣常在網絡世界裡面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夜晚的生活空間 這個是大家要去正視的問題 不是自己想 當然說回幾十年前 以前上環大大地 以前妙街 以前女人街 今天 今時今日 現在女人街還存在的 妙街還存在 為什麼那些人不去走呢 因為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淘寶的 與其走去新水新寒 走去苗街 走去女人街去買 原來兩隻手指在淘寶已經是買到的 那這個就是問題的癥結 那這些官員我想應該 大家要去認清楚那個問題 才再去給一些叫做建議 另外一個想說的就是關於樓價 那樓價你看到 無論是猜股署的樓價指數 7月份都是下跌幅的 那預計呢 我想8月份的那個數 跌幅的幅度一定會是很大 那就是說 穿上年11月尾 12月的那個數 那個機率就非常非常之高 那就是說香港的樓價還在探底 那對發展商有幾大影響呢 因為早兩天就傳過 就是那個新世界的永續債 就是抽升得很厲害 那現在新世界就出來去說 頭半年的融資三百億 現在它的息率呢 是介乎六厘和七厘之間 那就是跟我之前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這些四大發展商 他們的融資利率是說 高度加一或者一點多呢 是很吻合 因為市場呢 現在對 都是用一個美國那個基準利率呢 做一個基礎 那最近有些群組呢 就問我 因為現在 香港的同業拆息呢 現在是跌得很低 尤其是隔夜呢 是跌到去兩厘幾三厘 那但是呢 一個月啊 或者是三個月呢 還是維持在四厘以上 那它就說 是不是已經 香港是不需要再去加 那個按揭率的頂啊 或者是整個加息週期完了 那我想說兩樣東西呢 第一 整個加息週期呢 不是香港定的 不是看香港的 高度 不是看香港的動業拆息 是看美國的離息 美國現在還在說 整個通脹未受控制 還是要加利息 那一天它還沒開始 停止加息 一天還沒開始 減利息 那我都覺得整個利息 還是一個上升週期 這個假設呢 就一定要去維持 第一 第二 香港的 叫做聯繫匯率 其實就是很簡單不過 香港是沒有那個話語權的 香港的金管局其實就是一間 七成二十四小時 永不刪門的超級找換店 你是發鈔銀行 你拿一元美金來 你就可以用七點八去發港幣 就是這麼簡單 在九七年的時候 曾經試過 金管局 任志剛的年代 去打擊炒價 就是把那個利息 抽高到去三百里 令到 借港幣 去 沽 然後呢 就是去 買美元 這個動作 令到那個 成本太高 令到那些炒價 就知難而退 但是今時今日呢 它已經優化了整個叫做 聯繫匯率的機制 最簡單 我只是做回 找換店的角色 你有錢 一元來 我就給回 你就可以發七點八港幣 就是這麼簡單 那現在 港幣和比金 有一個息差 那人呢 是會追逐利用 當那個息差出現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 借港幣 全美金 去賺取那個息差 直至什麼時候呢 直至那個息差呢 就是會收窄 那麼那個息差是怎樣收窄呢 因為美息是不會減的 暫時 那唯有呢 香港那個 多了人去借港幣 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那個隔夜息 就會抽上來 這個是一個自然的機制呢 今年年頭 也都曾經出現 同樣的問題 那我那天 很有幸呢 就見到 金管局 負責聯繫匯率 那個 神聖女總裁呢 那我問他 那他的答案呢 跟我剛才的答案一樣 金管局 就是一間找換店 就是做這麼多事情 那個市場 最後來呢 都會反映回 會慢慢的那個利息呢 會是上去 去令到那個 叫做差價那個套等呢 那個 空間呢 會是越來越少了 那麼大家不用擔心了 就是 還有有時候呢 香港也都試過呢 他去追加那個P呢 是有一個滯後性呢 也都會曾經是試過加特的 那麼 這件事 會令到什麼呢 就是會令到 那個利息這麼高 按期利息高了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 收租 買樓收租 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因為 那個 租金回報 說的是這幾 兩厘 那如果 扣上 差響管理費 尤其是新樓的管理費 這麼高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回報 這麼吸引 就是因為 那個 這個 我擺筆錢 在 做定期 遠遠比 買樓收租 是好 所以為什麼 沒有人去買樓收租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 最後來呢 我就小字熄過 想說一下 元宇宙 今天 我想現在再去說 元宇宙 NFT的人 就非常之少 因為 在過去 應該是年多前 大家 要說 NFT 講元宇宙 才是一個 共同的語言 但是 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 已經是全面冷靜 講元宇宙 其實 很多人講 講講講講 講了很多 但是都講不到重點 其實 元宇宙 我覺得是 未來一個大趨勢 但是你要講清楚 整個應用場景是怎樣 我想講兩個應用場景 第一個 就是我 舊老闆 正在做 他幫一個 無緣 創造一個元宇宙 這個是最簡單的 楊間是一個宇宙 陰間是一個元宇宙 他怎麼做呢 他就是幫一些先人 做一些 叫做虛擬人 即是說 以後 你就不需要找羅蘭 就去問米 他做了一個虛擬人 因為他又有一些 大數據 他有AI運算 他又會查 GPT 那你就可以 跟那個虛擬人 去對答 那你以後 燒 就不是燒衣 你是燒NFT 就是燒衣服 Nike衣服 巴黎世家的衣服 給他 那這個 應該是 未來發展的大趨勢 那這個就是 一個應用場景 因為現在 我們經常 過去那一年 我們經常講的 原主咒 就是講的 我們在Sandbox裡面 怎樣圈快地 然後做發展 引人來 那根本 人都不聚 在那裡多 或者你以前經常講的 NFT 是把一些 玩偶無端端 磨到它全都起了 就說 跑去炒賣 大部分人 尤其是香港人 最喜歡的 就是 聽到 可以炒賣 我在Sandbox 我買塊地 現在一元 但是 十元賣出去 這一幅畫 我一元 但是 十元賣出去 沒有想過一個整個 應用場景 剛剛我講的 那個原宇宙 完完全全是一個 應用場景 解決到人的什麼呢 解決到 人的 虛弱心靈的痛點 我 譬如 真的 心情不好 如果 我在 一個 霧原的 相關網子裡面 我可以 召喚到一個 虛擬人 是 你的先人 你爸爸 或者媽媽也好 你可以跟他對答 你可以問他意見的時候 你多多錢都肯給 然後 你去 拜祭的時候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燒衣紙 而是 燒一件NFT的衣服 給他 買個NFT 整件衣服 給他穿得漂亮 仔仔 去跟你出席你的畢業禮 出席你的分禮 如果解決到這個痛點的時候 我想你什麼錢都肯給 那這個 不是一個 活在一個 普通的 sandbox 或是一個 NFT 起光 解決不到問題 純粹是一個 收藏的價值 我想 整件事 我經常都說 我說 AI也好 Fintech也好 Blockchain也好 不要經常想炒賣的用途 大家去細心去想 怎樣用一個 好的應用場景 其實之前我曾經都說過 另外一個NFT的應用場景 就是有一個內地的大學生 他帶著了一個VR 看程式電影 下體那裡做了一些 猥瑣的動作 但是他就在洗手間做 但他又忘記 原來沒有關門 就被人拍了一張照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一個原宇宙的應用場景 在他頭帶的VR 有一個應用 一個宇宙 在他線下那裡 下體那裡 有一個叫做 宇宙 那兩個呢 經一個呢 就是相通 那如果 延伸去 如果我是加計會 我給他一個飛機杯 他可以採集這些清紙的時候 這些其實是 他出來的東西 就是NFT 來的 因為是獨一無二 這樣東西 如果拿來是可以做變賣的 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套現 或者是解決別人不育的痛點 那這個就是整個叫做 月比的應用場景 所以 都是歸根結底 我們都是要想 要去怎樣去幫助 別人去解決問題 解決痛點 不只是想著去炒賣 今天想說的原宇宙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